小美琴能够选对赖清德来讲 当然可以解决问题了 但是小美琴不能选的话 你赖清德就没有参选的正当性 你也没参选的合法性 换句话说他在大选就必须要 平时竞选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支持的主讲人 真有话 为什么我要笑 最近蓝营好像受到鼓舞 所谓的鼓舞就是说 小美琴2002年以前是美国人 2002年以后才规划成台湾人 好 因为他的国籍问题 国民党想抢攻这一块 让小美琴不能选 小美琴一旦不能选的话 国民党将不战而生 因为赖清德也不能选 那现在大家为小美琴的国籍问题 眼睛吵得不可开交 当然就选拔法的规定 因为对于正手副手参选的资格 定的比县市上 比立委 比其他的都还要来的赢格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小美琴2002年以前是美国人 他没有居住在台湾的事实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那他究竟怎么能选 现在台湾的内政单位跟中选会 都已经养了 他能够选 那一切的法律的解释 由执政党说了算 那国民党为什么欢欣鼓舞呢 就是希望依照选法 让小美琴不能选 事实上 我觉得国民党是在打安慰奖 所谓的安慰奖 他们是希望 小美琴在紧张的时候 在两强对峙的情况之下 他被剥夺了参选资格 连带的影响到 赖清德也不能选 那就民进党的立场来讲 法律解释权既然在我的手上 我怎么可能让小美琴不能选 那这个问题就会持续的争议 争议到投票的那一天 如果真的按照 连格法律执行的话 小美琴的参选 有违背法律义务之嫌 就是说台湾是规定 你必须要成长 你出生的第一天 你必须就要在台湾 有生活的事实 但是小美琴是在日本出生 那她的父亲是台湾人 母亲是美国人 当然小美琴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就选择美国籍 一种选择就是选择台湾籍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小美琴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 她考上台南女中 她是以外籍生的名义 进入到台南女中 但是她没有救助 她就直接到美国去了 那她就生活在美国 好 现在她要选 我们就要追究她的涉及 还有包含她有没有生活在台湾 这片土地的事实 如果是 如果是国民党内发生小美琴事件 民进党必然穷追猛打 就是当年他们打马英九的绿卡 的问题一模一样 他们会穷追猛打到 小美琴不能参选 偏偏小美琴是民进党 民进党又是执政党 所以她有辩护 所以各位去看台湾的法律 就是完全看什么人执政 民进党就有什么样的说法 那现在小美琴究竟可不可以选 内政单位跟中选会讲 他们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国籍问题 注意他讲的是国籍问题 没有讲说他可不可以选 就是他们留了一个尾巴 因为他也不敢针对法律 做出违背法律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小美琴的参选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争议会一直持续下去 他主要的原因有五个 你究竟你出生那个时候 你父亲有没有帮你申报 如果没有申报 而把你视为所谓的美国籍的话 你这个参选资格应该没有 但小美琴说 他在成年以前的户籍都是由父母亲在办 当然因为成年人他要负担法律的责任 他可以自行申报 但是未成年之前 因为父母亲是有监护权 看你父母亲要不要帮你申报 究竟怎么样申报 现在我就想请台湾的护政机关 你把这个具体事实你把它提出来 因为台湾的护政是非常的完整 你居住在台湾的事实 究竟几年一定算得出来 所以可以询问护政机关 但是护政机关是归内政单位管辖 既然他们说没有问题 中选会也说没有问题的话 难道这个问题就这样过去的吗 试问今天这个人是赵赵康的话 你民进党会不会帮助他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小美琴的本身来讲 他说他2002年以前是美国人 如果这个是一个事实的话 他绝对无法掺权 那小美琴现在是改口 他改口讲的一些理由 其实坦白来讲那些都不是理由 这是一种政治决定 他说他没有办法去决定 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你成年以后 你要为你自己的法律行为负责了吧 所以小美琴规避了这个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国民党民众党 现在穷追猛打 因为穷追猛打的结果 让这个议题炒热 那他究竟能不能选 没有人说的准 连解释法律权力的机构 都不敢去碰触这个问题 那显然大家心里都有个底 但是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之下 这个底呢 就是只有继续炒下去 那第四个小美琴能够选 对赖清德来讲 当然可以解决问题了嘛 但是小美琴不能选的话 赖清德就没有参选的正当性 也没参选的合法性 换句话说他在大选就必须要停止竞选 这个是知识体大 一旦不让赖清德选 我可以说台湾一定炸锅 你付出的政治成本实在是太大 这个就是说赖清德 他是闷着头在烧 希望这个议题赶快过去 回到正常的轨道来 但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显然不会放弃 这一项的质疑的权利 因为他们当年猛打马英九的时候 民进党那个蛮横的态度 甚至伪造出很多的世界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的法律绝对是因人而异 所以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 马英九跟赵少康的身上的话 请问民进党会用今天宽容的态度 来解释法律吗 第五个就非常重要 如果相关机构真的认定 萧美琴的国籍问题的话 一旦不选 民进党会用什么态度 把台湾搞得天翻地覆 真的不能选的话 民进党即可能一夕之间 从崩叠到崩盘 崩盘到崩溃 从崩溃到不知道 往什么地方走的地步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出来 国籍问题应该会延烧一段时间 但是以民进党的宽容 这个宽容是有引号的 以民进党的宽容 一定会千方百计 想方设法 让萧美琴选下去 虽然他是个副手 可以说是无足轻重 但是因为台湾法律的规定 一定要一正一复你才能选 如果副手有问题的话 那正手就不能选 所以这个法律要不要修改 那当然也要等选完再讲 因为过去曾经有马英九的势力 那马英九他还是选上了 那现在有萧美琴的势力的话 那请问一旦不能选的话 台湾要好好考虑一下 你付出的政治成本那是什么 那啊 这个党的我 很久不见了 那你三四三十二十四十五年 你与着心 那你坐在这儿 倘充 你别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